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很开心又和大家相约在我的频道啦 那今天呢,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英国皇室当中非常贵重的王冠 可以说在所有的王冠当中呢,是排No.1 它的名字叫做圣爱德华王冠 这个王冠告诉大家,它可是英国很多国王或者是女王 他们在加冕仪式上使用的专用王冠 英国女王伊丽莎拜二世,她在27岁加冕的时候 用的就是这顶圣爱德华王冠 那么这个王冠啊,它只有三个人可以触碰 一个呢,就是大主教,第二个是英国女王 第三个呢,就是维修她的工匠 而且据说英国女王到现在为止啊 她都只见过圣爱德华王冠三次 那么第一次就是在她的加冕仪式上了 第二次呢,是在1994年的时候呢 伦敦塔桥打开了这样一个就是王冠的陈列室 女王都只能是通过玻璃 对,玻璃罩看一下这样一个王冠 那么最近的一次女王可以看到王冠呢 还是因为BBC拍摄纪录片 就是《玉带王冠必成其重》 这样一个王冠呢,它有2.2公斤 那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她就是还开玩笑的说哈 她说你可不知道,当年我加冕的时候 这个王冠真是太重了 然后呢,我完全不能低头 因为我一低头的话呢 念稿子怎么的 我的脖子肯定就折了 而且呢,王冠也会掉下去 所以可想而知的英国女王 她在加冕仪式上 她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 没错,是来自于这样一个 王冠重量的压力 那么这个王冠呢 它是由黄金构成的 是所有王冠当中 是所有英国王冠当中 最重的 王冠上呢,镶嵌了444颗珍贵的宝石 有红宝石,紫水晶,蓝宝石,石六石 黄宝石,还有BBC等等 那么最著名的就是重达 108克拉的光之山钻石 大家很好奇 那么这样一个贵重的王冠 它的名字为什么不叫做 比如说什么第一国王王冠啊 等等 而叫做一个圣爱德华王冠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这个王冠它的名字是起源于 生活在公元11世纪的 忏悔者爱德华 那么它也是英国早期的 著名的君主 它称王呢,复辟了 威塞克斯王朝 那么又因为它在它生活的朝代啊 它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徒 那么它丰盛之后呢 它统治时期的所有的物品 那些遗物等等都被称为了圣物 没错 这个皇冠也就称作了圣物 那么这个皇冠呢 在历史上长时间都是放在威斯米斯特大教堂当中的 那么它第一次被记录用于加冕典礼呢 是在1220年的亨利三世的加冕典礼上 这个王冠呢 大部分时期呢 也是在威斯米斯特大教堂当中待着 在1399年的时候呢 发生了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幕 那就是被迫退位的理查德二世 他在伦敦塔前呢将这样一个圣爱德华王冠呢 就是给了亨利四世 他说呢 当我把这个王冠给你的时候 就说明君主王权全都在你的手里了 那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王冠 它的象征意义有多么的重大 那么就说明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权利 就已经交给了下一个人 那么在1533年的时候呢 圣爱德华王冠呢 还被亨利八世 没错就是英国历史上那个有六个老婆 死了五个的那个国王 他在和他的第二个太太 也就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妈妈 她的这个加冕仪式上使用了这样一个王冠 从那开始啊 都督王朝只要是国王和王后呢 他们都要在加冕仪式上戴上这样一个圣爱德华王冠 在17世纪的时候啊 这个王冠啊 他就遭到了一个灭顶之灾 因为呢 我们都知道在英国历史上呢 克伦威尔呢 他就是把英国共和了一段时间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 这样一个王冠就被当时的议会军给卖了 但是后来啊 英国呢 他又成为了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所以呢 他的君主制恢复之后 英国王室为了筹备里长二世的加冕仪式 就再一次制作了圣爱德华王冠 那么这个王冠呢 是由英国皇家工匠完成的 并且呢 他们借鉴了当时非常流行的王冠的样式 那么最大的特点呢 还是主体是用2000克黄金来打造的 那么在1902年的时候呢 爱德华七世 他曾经就想着用这样一个圣爱德华皇冠来加冕 但是他当时刚做了一个蓝尾手术啊 身体非常的虚弱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可以佩戴非常重的王冠 所以呢 他选用了另外一顶 到了1937年 乔治六世和1953年 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仪式上呢 圣爱德华王冠才再一次被皇室选中 尤其是在女王的加冕仪式当中 王冠呢 添加了很多标志性的装饰 来象征他在英联邦当中的最高地位 好了 那这就是英国非常有名的 圣爱德华王冠的故事 让我们下期再会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